不断的 麻烦在哪里呢 不断就是六道轮回 断了的时候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自信真心里面呢 没有六道 不但没有六道啊 连释法界都没有 释法界上面讲 六道上面讲 声闻原觉菩萨佛 连佛也没有 这才是真 第九 深定用 深定用者 归入甚深大定 而其妙用也 该以海印 等住三美列 令一切乏了 并然其限 无碍 云荣 我们先看到此地 这个深定呢 就是 清净 平等性 这是真心 慧能大使 在开悟的时候 他把 所见到的 自信 真心 真心 用了五句话 来描述他 这个真心的 样子 其中第四句是 何其本心 这个自信 本无动摇 他见到了真心 自信就是真心 真心没动过 如如不动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的念头 不是真心 你看念头 前念灭了 后念就生 他永远不间断 间断就好了 断掉就好了 他就是不断 麻烦就是不断 不断的 麻烦在哪里呢 不断就是六道轮回 断了的时候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自信 真心里面呢 没有六道 不但没有六道啊 连 舍法界都没有 舍法界上面讲 六道上面讲 声闻 原觉 菩萨 佛 连佛也没有 这才是真的 所以舍法界 都是缘起 都是因缘生法 全是妄心 全是虚妄的 佛在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因此 学佛 实在上 说 不仅是佛法 事出世间 任何一法 你要想真正 搞明白 搞清楚 一定要 定 所以修定 在古印度 宗教修定 学术 也修定 他们的成就 才有那么样的殊胜 如果不修定 纵有成就 还是有限 像近代 这 或许 因为他没有修定 他发现了不少东西 这个里面的 这个可以说是 数学 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先在数学里面发现 原理 可能性 然后再用 精密的仪器 机械 去求证 去寻找 去求证 用这种方法 也发现了不少 但是这些方法呢 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他有限度 他能够了解宇宙 宏观世界 能了解宇宙 微观世界 能了解微诚 微诚里面的现象 他没办法想 不知道了 宏观世界 以外 他也不知道了 以外 那就是自信 他能够 对外 能源 虚空发解 对内 能源到 阿雷 就是 源不到自信 自信 一定要定够 一定要把 所有 一些念头 都放下 就显现了 真相 就显现了 他是真的 所以用不着 你去找 你自然就明白了 佛法 所谓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诸位 一定要知道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明星 禁信的方法 很多 它不是一个方法 门禁 多到什么程度呢 没法子计算 八万四千 是世尊在教学里面 用的归纳法 设计呢 是无量 无量怎么来的呢 无量是从 阿赖耶 妄念上来的 就是说 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无量 无别 佛说的这个话 逐渐逐渐 我们能体会到 无量无边的 咱们 现在科学里面 讲的波动的频率 频率 无量无边 任何一个频率 只要你不动 就坚信了 你在震动的时候 极其威细的波 还是无量快速的波 都不行 你看到那个现象 是波动的现象 像看海水一样 你所看到的是浪 是波浪 波涛 其实那个波浪 波涛就是海水 把海水比作自信 把波浪比作阿赖耶 挺恰当的 真的它是一不是二 阿赖耶是一自信起来的 就好像波浪是一水起来的 什么时候能见到水平呢 波浪停止了水平的现象 就这种个道理 所以不许定不信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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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